这个视频的标题应该叫做 未来习近平的落败和 只不一是能的崛起 当然也许是没有关系的 也许是有关系的 但我感觉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习近平 那个八字看 他应该2020年就是能营年 今天就是能营日 能营年 很可能他成立成不了 蒋婉正一直说 2022年习近平成立 接下去继续干 那我认为 我一直认为 我觉得他2022年就差不多了 表面上可能还是 怎样 但实际上 那个弟子应该不利的 应该不利的 我一直这么讲 然后 我说他即使这一年下不了台 那个 假成年 2024年应该下台 2024年即使也下不了台 他是2026年应该也得下台 我认为 那当然他2022年还处在 辛亥大鱼 辛亥大鱼 但是 但但他流年不行 并且辛亥 亥跟那个银 是合成木 合成木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是有疑问的 嗯 嗯 嗯 他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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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 突然间想到 突然间想到 这个 嗯 预言里面有这种说法 是吧 银毛起 成事行 不在阴阳 不在和 是吧 他好像这个是讲 所谓的 紫微圣能 反正就是中国大陆 这个紫微圣能的传说 说了是很久了 是吧 说了是很久 那 他这里面讲 银毛起 银毛起 那就是 银年 卯年 这个圣能 开始 开始起来的 开始起来的 嗯 成事行 成事行 嗯 那 成年 四年 开始 反正就是 他这个开始 开始崛起的 是吧 赢了完了 可能会不会是 仍赢年 是吧 因为 嗯 这些各种各样的倒习派 应该 嗯 好像倒习派是很多 反习派是很多 嗯 但是 嗯 那 那习近平的 这一些情况 嗯 好像比不少的人 反对他了 是吧 很多 很多人反对他 呃 但是 习近平 可能应该 他那个气势 还是有了嘛 因为 他那个 八字很旺 然后又处在 呃 正好处在 这种 柯森 柯森的大域里面 所以他走了 运好 呃 这个气势 好像也是很强大的 样子啊 嗯 气势很强大 呃 所以很多这些倒 倒习的 是吧 缓习的 呃 也仅仅是说了一下 说了一下 是昨天晚上美国之音的 看 是吧 那当然 他 在他看来 是吧 嗯 他这个 他确实应该搞 个人崇拜 他一定要搞个人崇拜 呃 一定要把你们 哇 实力整啊 是吧 实力整要把你们 露趴下 呃 跪下 是吧 跪下 因为 时不时的都会有人去说他 是吧 嗯 更何况现在 呃 这个 互联网 发达 亦有什么 哪一个有一个名 有一点名谈的人说了什么话 嗯 呃 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说了一些反对习近平的话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嗯 呃 就是 还是有人敢说是吧 敢说 那 毛泽东那个年代 呃 是没 没能 没能敢说 毛泽东 人家他是 嗯 开国还礼 是吧 人家他是有功劳的 所以 他那个 个人崇拜是 是很容易做得出来 做得起来 是吧 很容易做得起来 那他不是人 那当然他不是 他不服 是吧 那你怎么说金正恩 那金正恩 他还可以犬诀啊 是吧 金正恩敢犬诀 呃 敢那个 炮诀 是吧 各种各样的诀 他都敢做 所以 呃 没能敢那个 呃 没能敢 那个 那个 敢 敢说他什么是吧 没能敢说他 嗯 难道 习近平就觉得 呃 凭什么 我 我比 金正恩还要糟糕 是吧 嗯 但是 金正恩 可能是 崇洛格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 看不清楚 嗯 但是 金正恩 应该 他那个八字 不至于像习近平那么旺 啊 啊 啊 所以他这个这里面是吧 我如果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走运 跟这个是这个网上 寓言里面的这种所谓的传 传说中只为一圣能的这个崛起 是吧 这个这么一吻合感觉好像是有什么联系哦 呃 就是他应该银卯嘛 银卯起 那就是 银卯的时候应该 嗯 假设嘛 假设真的就是 能一年 2022年 这个习近平开始有点衰落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 盛能就开始起来 是吧 有这个可能啊 有这个可能 嗯 你要说指望 美国人 指望川普 我看这个都比较 人家他只是 呃 他那个绝对是有局限的 是吧 因为能是有局限的 他不可能 还有那个那里面的水是很深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 呃 这个所谓的指望一圣能 很可能跟 这个 他的崛起 跟这个习近平的 呃 衰落 是有一些关系的 还是怎么 因为这个时间上正好吻合啊 正好 嗯 嗯 认为 我认为 冷一年 习近平应该开始 开始衰落了 那 那他这里面又讲这个 当然这个指望 所谓的指望声呢 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 是谁 是吧 去踩踩踩踩 嗯 不知道 嗯 他他正好 正好就是 我感觉好像正好 呃 习近平 习近平快衰落的时候 银毛 银毛起 反正 银毛起 嗯 嗯 所以感觉这个 那当然也许人家这个不是这个银毛是吧 是下一个假银 假银年 下一个假银年起来 也说不准是吧 嗯 但是你要说这个圣能是 习近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吧 因为 习近平他的怨神是金跟水 是吧 那银毛起 银毛起那是木啊 木他 嗯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习近平 这个圣能绝对不是习近平 嗯 因为银毛年的话 对习近平肯定是 不是太好 是吧 不是太好 嗯 习近平上台 就是能成年以后上台 能成年以后上台 他还没有遇到银毛年 是吧 银毛年 所以讲 嗯 他因为银是绝他那个右 习近平那个右 那个右对他是跑的 是吧 银毛的话是冲他那个右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都是 啊 这这对他确实是不利的 那他上台是能成年 成是水库啊 水库是吧 光库 那当然是有利 又是天干 又是能 啊 天干 跟这个他的丁和 和是吧 嗯 这个这个 这个当然就 就他就就会 那一年当然就飞凡腾达了 是吧 然后他是 2012年下 冬天的时候 是吧 冬天的时候 因为水旺嘛 他当然那个时候上台 嗯 那个时候上台对他是三男友 那当然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十余门啊 嗯 至于说这传说中的圣人是谁 我我就是搞不清楚是吧 嗯 七想八想 也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是三男是吧 嗯 其中包括我也是这么 有的时候也会这么想 那谁知道是吧 那当然作为我现在 作为一个女人是没有去想 呃 没有什么宏图大略是吧 毕竟是女人 那如果男的的话 嗯 那法轮功的话就认为 李教主是这个 传说中的 是呢 是吧 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就难说了 嗯 也说不定 也说不定 但是 李教主的话 他 嗯 他在那个九子大运的时候 可能不是 很顺利是吧 嗯 这个李教主要到 一百大运的时候 那他那个八子 嗯 可能他一百大运 他才可能 比较好 嗯 这九子大运 应该对他 不是很有利 啊 所以讲 这里面 这个所谓传说中的 只为是能 这个跟习近平的落败 是不是有关系 也许没关系 也许有关系 是吧 因为 因为 这个 嗯 就是倒习的也附生 很高的是吧 说了很久了 是吧 嗯 这个习近平还在台上 还在台上 那说不定就是这个 这个紫微色能 才导致这个习近平垮台 我这就不知道 嗯 有这么一个种猜想 我这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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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